大家好, 今天是關於拍片的教學 今次講述後製 上次大家記得我用V20 做了手動拍片的教學 今次講述後製 用什麼來後製呢? 就用Adobe的Premiere 照樣用V20來拍片 我今天用這部機拍了幾段影片 有些影片有些手震的情況 而有些影片比較多噪音 今天做兩樣後製 一樣是做後製的防手震 另一樣是做後製的消嘈 即是Denoise 好, 現在先打開Premiere 其實如果做防手震 用Apple的Final Cut Pro 或者用iMovie 都會有防手震效果 先打開Prem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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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影片試過 是試過防手震的 本身LG的V20 有光學防手震 又或者有EIS 即是軟件的防手震 這段影片我用了光學防手震 由於光學防手震 就不是設計來拍片用的 所以它會有問題 在這段影片中 大家會看到 我一直在Premiere 其實有些位置會震 有些位置會震 有些位置會震 這個純粹 因為OIS 本身是影響照用 反而EIS 即是軟件防震 先打開Premiere 先打開Premiere 那現在 我把另一段影片拉進去 只是同一段影片 接著這個位置 我做一個防手震 處理 那方法是怎樣的呢 大家看看 首先 我們先打開Premiere 在旁邊 就有這個Premiere 然後按下 按下 按下 那些字很難看 是簡體字 我明明 選擇英文 但它總是 安裝一個簡體版 給我 它叫做扭曲 英文叫Distortion 另外 裏面有一個 變形穩定器 英文應該叫Warp Stabilizer 將Warp Stabilizer 拖下去 我要做穩定那段影片 你現在看到 它在分析中 有兩個步驟 兩個步驟 在畫面的左手邊 你會看到 一個進度 它是逐一段 逐一段 做的 我現在選了一段 你會看到 它有預計完成的時間 我們等一等 好了 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個過程 我們在這個時候 可以即時播放 我們就試一下 兩個畫面 一起播放 大家就可以比較得到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 右手邊 就是穩定了的影像 左手邊 就是原先的影像 你會發現 一路 尤其是這個位置 右手邊 是穩定一點的 好了 去到另一件事 就是 弄走音響 現在 我就用一個 Nit Video 的 Plugin 這是一個收費的 Plugin 但是 在業界 都比較出名 因為效果 都算不錯 那我就把一段影片 我故意把 Iso調高 令它更多 那當然 我會用來 適合 快門速度 有時候 不想太矇 那些畫面 太矇 不方便 做後製 例如 我要做穩定 這樣才算 如果畫面 矇了 是做不到 又或者 做出來 效果不好 於是 我寧願 提高 Iso 於是 我現在 試一下 Apply Nit Video Filter 我也是 第一段 是 一般 沒有做過的 而 後面 就是 Apply Filter 原來 有個位置 按下去 按完 之後 在畫面 選擇 一個 比較 多 的位置 找一個 沒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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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 這個位置沒有細節 先拖後 看看 舉例 這個畫面 我覺得 天空的細節 沒有細節 於是 我就定在這個位置 再按 我剛才 的 按 按 先 按 他 寶佐 виде 額 bri 有 空間 那裡不是噴噴 按自動 自動在天氣中 它認為是比較乾淨 沒有東西的位置 插出空間 它就看看裡面有什麼噴噴 它就會根據這個位置的噴噴 來估計這部相機的噴噴 大概是什麼 按下後面 還有一個濾測 這個可以調整個數字 Temporal 這裏說什麼呢 原來我調整得高 譬如調整到5 它就會參考前面5個畫面 和後面5個畫面 去比較一下 哪些是噴噴 那當然 調整高了之後 速度會慢一點 用多一點時間 但保持高了 會很大 loh 好多的 我現在就調整5 現在就調整5個畫面 之後呢 便可以按按扮 按扮 效果會在什麼時出現呢 原來就在我序面 做Render 後才會看到效果 我們就試試RAN 這次亦一樣,右邊的聲音 而左邊的聲音是原先的聲音 經過Youtube之後,聲音都壓軟了 但可能大家都會看到 右邊的聲音是比較乾淨的 最後再送一段 這段是做了穩定的 原來做了穩定後,拍攝時可以很暢順 雖然V20拍攝時已經比上一代暢順 但你也看到是一格格移動 但如果我們做完穩定後,你會發現 像光學一樣 今天示範兩樣東西來到這裏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多謝大家的收看